今天是周末,一哥加班给大家整理了两个板块 大家下半年一定不要去碰 这两个板块如果你买进去 很大可能进去就要挨套 大家好,我是古吃一哥 今天一哥录一个视频 给大家讲一下下半年坚决不能碰的两个板块 老朋友可以点赞收藏加转发 新来的朋友可以先点关注 好,开始我们的视频 我们先来看两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上周五搜盘之后出来的 就是针对白酒板块的一个消息 我想大家看到这个消息 大概就能知道为什么白酒这段时间跌得这么凶猛 周五的时候茅台整整下跌了将近五个点 这种平时是很难见到的 可见这种消息对白酒行业的杀伤力是有多大 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其实是一直都存在的 但是周五的时候全类又在传这个消息 直接让麦瑞医疗当天下跌17个点 这是一个市值3500亿左右的巨头医疗企业 可见这个消息对医疗板块的杀伤力是有多大 这是两个消息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两个板块的技术形态 也就是K线走势 我们先来看酿酒板块 注意这里是周线 我们可以看到周线它从这里 这个地方19年上涨到21年 从2643点涨到了10670.94 差不多翻了4倍左右 就是它这一段涨幅是非常巨大了 我们看它这个地方 明显周线有点像一个双头的走势 就是说下半年大家不要进入酿酒板块 因为我们可以清楚的从这里看到 完全被5周线10周线20周线压制着往下走 完全还没有止跌的现象 如果它能在这个地方 周线稳住横一横 它还有可能说往上反弹反弹 那如果说这里下周再继续跌破 它可能就要跌到这个平台去 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去抄底 就算你是想要去买进这个板块 也要等它5周线10周线20周线 微微走平之后 并且骨架能够站上之后 再去进行操作 现在这种K线走势下去 就是劫飞刀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它的日线 同样的我们可以看到 它其实从这里 这里开始 都是一个头部构建的过程 从这里跌破之后 短期均线完全是空头排列 并且也跌破了60日线 60日线是一个多空的分界点 一般正常情况下 在60线之下是不要去操作的 这种情况就是你去抓反弹 你都尽量不要去操作 抓反弹 因为它很有可能 从这里反弹 5日线都过不了 然后马上又被打压下来 但是它下跌起来 空间是非常大的 就是不要去接这种飞刀 那什么时候 能够去进行操作呢 它要向这里 这种走势 对吧 这里其实也有一点 类似 但是这个比它这里 杀得更凶猛 我们看这里 它下来之后 经过了一段时间 横横横 5日线 10日线 20日线 拐头向上之后 这种时候才能参与 并且真正的最佳路场点 是这里 只有它站上60日线 才是一个可以参与的时间点 同样我们看一下医疗板块 我们先看到的周线 它的周线从这里开始涨 涨到这里 也涨了将近三倍 然后在这里 也是有一点像构建一个双头 这里已经跌破了 跌破了5周 10周 20周周线 这种形态 就算反弹 它也会被5周线压制着 同样我们再来看一下它日线 日线 它其实是跟白酒的板块的走势 是非常像的 同样的 这种地方 都是不能去进行抄底的 你就算想去买着试一试 你都要等它的线 走成这种趋势之后 走成这种趋势之后 并且站上60线之后 才能进行小仓位的 进去博取反弹 一般情况下 这种是不要去参与的 那我们再看一看 有没有比较好的走势的 像这种走势 就是非常良好的 沿着均线 慢慢攀升 然后回踩均线 跌破之后 马上又拉回去 像这里 这种都是比较良好的 就平时大家去操作的时候 尽量去操作 这种走势的 不要操作 这种走势 我们可以多看两个 这种不符合 这种也不符合 这种可以 这种类型的 同样 上涨之后 回踩均线不破 马上上去 这里也是回踩 然后又上去 而且你平时操作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的压力位置 拉出来 就是你进去之后 如果到压力位置 它遇到了阻力 你可以先卖出 同样 这些都是可以 大家可以看 多去看一下 这些走势图 看看它们跟白酒 医药 它们那种走势的区别在哪里 你就知道 哪些板块 目前是具备可操作性的 好 今天的视频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最近平台出了一个 从粉流量支持行动 如果你觉得 一哥的视频 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能够帮助一哥 长按点赞键 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你只要在视频的左下角 大拇指的地方 长按点赞键 就能帮助一哥 对本视频进行强烈推荐 好 我们下期视频 再见 请不吝点赞键